原标题 赵匡义的头号继承人到底是谁 为何被赵光义解读先登 历迪历长 这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皇位传承的一个不二法则 但规矩总是拿来破坏的 历史上有很多皇帝 就没有立自己的嫡长子为继承人 而是立了数子弟弟或者叔叔之类的 结果也没见了是一边倒的成威王之兆 有的似乎还更加兴盛 比如宋太宗赵光义 但赵光义有个问题 就是他并不是他的哥哥宋太祖赵光义亲定的继承人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立为皇太帝 而是在赵光义暴毙后直接宣布登基的 也许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听了密度 但我今天来不是给大家讲什么竹影府生 亲会之门的 我只想给大家讲一讲赵光义的子孙都干什么去了 他们为什么不争一争皇位呢 赵光义有五个儿子 可惜三个都早要了 只剩两个活到他家崩 他们是老二赵德昭老四赵德方赵德昭是赵光 印度皇帝前的夫人赫世所生 虽是嫡子 但不是后来的皇后所出 所以地位有点尴尬 赵德方是赵光义的一个妾所生 出身那自然是美宝和赵德昭比 但赵光义的第三任正妻 第二任皇后宋皇后非常喜欢赵德方 这就让赵德方有点细了 秦世皇的父亲 嬴义人也是妾所生 后来就是因为攀上了华阳夫人 而被立为祭祀 所以这些出身低微的皇子 也不是没有机会的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 就是皇太子只能从皇后的儿子里面来选 也就是说 皇帝那没福气当皇后的前妻生的儿子 也要被排除在外 严格来说 那也是嫡子 还有更甚者 同一个皇后生的儿子 如果一个是在他当皇后前生的 都不能继承皇位 从这里你就知道古代的规矩有多严了 当然规矩也是认定的 按当时规矩 如果宋皇后将赵德方收为养子 那么他就有资格继位了 如果不收 那赵德昭就是首选 可是这根儿都没搞成 结果被他们的叔叔赵光义抢了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按照杂钢英雄司马光的说法是 赵光义绝对是好人 他没有世兄 他是在赵光印暴毙后 才进攻抢先当机的 但司马光是当朝大臣 为了保住天命传承的合法性 他不这样写 恐怕要出大问题了 如果司马光说的不足信的话 那我们就只有相信阴谋论了 也就是说 竹影辅生是真的 我们先不讨论竹影辅生的真实性 我们来分析一下 赵光印到底想立谁为继承人 赵光印死时五十岁 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年纪了 但直到死 他都没有立太子或太帝 你不觉得奇怪吗 如果他想立自己的儿子 他为什么不一道明赵昭告天下就完事了吗 为何还要给赵光印留机会 赵光印死时 赵德昭已经二十六岁 赵德芳也已经十八岁了 完全可以军临天下 我们再来 看看这哥雅当时的境遇 赵德昭当时是简校太父 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赵德芳是简校太保 贵州防御士 一个是须职 一个是偏远地区的防御士 一个比一个惨 赵光印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继承人的吗 这说明我们的推理有问题 而我们再来看看此时的赵光义 开封府也中书令同平章士亲王 随便拿一个都比那哥雅强 怎么看都像继承人的标配 那我们又问了 既然打算传为赵光义 为什么不直接立他为皇太帝呢 赵光印不立太子就表示属于赵光义了 又让他掌握那么重要的职权 就更加明显了 不立他为太帝 赵光印当然还有他的一些别的想法 篇幅有限 明天继续 本文作者鼠山笔霞 一个文章会说话的历史作者 专注原创 拒绝抄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